不过公家新官霸凌案连环报宛如当年MeToo 2.0 北市府社会局也遭报 主管大声咆哮羞辱 有不少员工都在办公室哭 还有人透过了内部管道反映上班就像地狱 海客馆馆长陈素芬也被指控霸凌 但事后没有检讨报告 反而还启动了阵风处来调查吹哨者 另外国民党立委徐晓星也爆料 前新竹市调查站主任林维成 曾有霸凌记录遭到调职 但他个性不改 韩传出有身官副处长再让基层炸锅 把调查官跟副主任双双叫到寝室怒骂 从晚间9点骂到隔天的凌晨3点 不满意就叫去骂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在爆料 前新竹市调查站主任林维成 以入骂干部为乐 现在竟然还被圈选为辅导员 1500个调查局的成员 所有人都在骂 基层怨声在到林维成数年前 就报霸凌案 当时遭到陈储调职 换去当辅导员 但如今又盛传他要容身副处长 昨天整个调查局的群组都在讲 这位林维成在被外传说 还要去升副处长 而且实际上都还有霸凌的行为 法务部承诺6天内给回复 但公务机关霸凌案 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他一度与家属失联 而海科馆没有调查报告 无人负责 遭霸凌身心受创 国民党爆料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馆长 陈素芬 涉嫌霸凌 但海科馆没调查 反而还想揪出谁是吹哨者 对外求救 竟然被海科馆的副馆长的主持会议 说要请正风市来调查 教育部赶紧回应 已经成立调查小组 并临聘三位外部专家调查 而且馆长已经请假 要确保调查工作不受影响 但是这霸凌案不止中央 连台北市也传出 社会局某科长官 常对同仁大声咆哮 大家都很害怕上班 还有不少人会在办公室哭泣 而且处理暴力事件保护案时 同仁在没有防护措施下 就直接讯问暴力行为人 事后被威胁恐吓 主管也都视而不见 你一当事人的议议 跟他约图时间来做沟通协调 局长霸凌风波不断 网如当年MeToo风波2.0版 受害者狂爆料 霸凌行为恐怕无所遁形 结束金车彭宜德台报道